在台湾 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 上月为补证公投法接力绝食五小时 蔡英文总统透过幕僚转述 将力拼在年底前完成公投法修正案立法的目标 让公投变得更简单 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召集人林玉芳表示 公投法修正案通过后将很容易通过台独公投 两岸关系恐将掀起滔天巨浪 林玉芳说 大陆的十九大开完 习近平会集聚前所未有的权力 在他一个人的手上 这样子一个是习近平的权力空前之大 一边是要通过台独公投 公投是空前之简单 这两股力量一定会对撞 他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话 这是令人充满希望的春天 还是令人绝望的冬天 来形容两岸关系 表示两岸关系就像是个隧道 马政府时期曾经带出光亮 蔡政府如今只是走向更黑暗的深渊 林玉芳表示 政治大学东亚所教授邱坤玄说 台湾面临的外交与经济困境 其实许多东南亚国家也有 他们都采取了一个在国际政治上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避险战略 也就是黑警 也就是你绝对不要把所有的这个希望 都寄托在美国跟日本身上 你却忘记了你还有另外一个这么大的 这个对岸的中国大陆 你必须去处理 林玉芳还说 蔡英文在政治上与中国大陆激烈对峙 如果还期望经济上赚进中国大陆市场 每年近百亿人民币的顺差 那是不可能的事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